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來看看現在 對於美國來說 當然會有一種警報 想起 因為你看到 整個中東也好 整個世界也好 怎麼感覺好像跟美國 過去好像 一個國家可以掌握全球的 這種態勢已經變了 我們來看 包含中東這個地方 巴勒斯坦的總統 不是最近到北京來訪問 習近平又提出三點的主張 說要來解決 巴勒斯坦的問題 提出建立1967年邊界為基礎 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 享有完全主權的 獨立的巴勒斯坦國 願意以巴和談 發揮積極的作用 所以現在看起來 中國一直在中東的地方 要扮演一個 積極和解的一個角色 也要來協助巴以和談 我們看看巴勒斯坦的訪問 美國的媒體在講什麼 你這個北京是想要尋求 擴大中東的影響力 美國之音就覺得 就是說阿巴斯訪華之際 在戰略地位上十分重要的 中東地區 因為北京正在當地尋求 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其實就是北京是想要扮演 一個和談的作用 是要協助這個以巴和談 那他說可是中東的能源 也是大陸想要強化在這邊 外交攻勢的目的之一 所以我們來反過來看一下 在中東這邊 從3月10號開始 中國斡旋了沙伊的覆礁 讓大家就覺得看到 哇 竟然連沙國 然後還有這個伊朗 都可以這樣子握手言和 真的是話不可能為可能 這引起全世界的一個關注 而後來伊朗總統也訪問了敘利亞 那敘利亞還重返了阿拉伯峰會 沙國也表示歡迎 再來這個習近平 會晤了巴勒斯坦的總統 也說要協助這個巴以和談 一波接一波的 這個和平的訊號 都在釋放出來 所以這個中東地方 不再是由美國來作為一個主導 因為很多的阿拉伯國家 或是中東國家 都已經覺得 看清楚美國究竟在這邊 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那另外我們看看 這個五眼聯盟 愛班尼斯也說要訪問 可能會在七月份的時候 秦剛先去訪問澳洲 紐西蘭的總理 也在本月份要率領貿易團 訪問中國大陸 所以看起來 這個五眼聯盟跑了兩個 這個加拿大 美國跟英國 現在剩下兩個這個小老弟 跟在旁邊 澳洲紐西蘭先跑了 再來呢 G7也是這樣子嗎 G7裡面 法國最近有一些異動之星嗎 這4月5號到4月7號的時候 馬克宏訪問完中國 現在還想要加入金磚耶 你看看法國的媒體講 這個馬克宏提出要加入金磚峰會 但是現在其他的金磚國家 是覺得還要再看看 考慮一下 像是南非總統就還沒有表態 那也他說 意味著在與美國領導的 全球治理競爭 他這個賭注有點瘋狂 也是史無前例 但是消息人士講說 如果馬克宏最終成型的話 對於這一個G7來說 恐怕是重大一擊 那我們看看 這個其他像是俄羅斯 對於馬克宏想要去訪問的話 講說會不會是特洛伊木馬 所以現在變成歐洲國家要求著 看能不能去到金磚國家 那我們來比一比 根據聯合國公開的資料顯示 金磚國家的總人口 佔全球總人口大概42% 佔比非常的高 而且購買力的評價 這個水準來計算的話 現在目前金磚國家 已經超過了G7了 所以再來看連埃及現在也希望 能夠加入金磚國家 埃及同樣也是在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中東那個區域 那中東跟非洲的這個區域 所以他說為了就是要去美元化 甚至連肯亞的總統都在講說 我們應該要減少對於美元的依賴 在公開場合這樣子呼籲 還引起了全場的鼓掌 我們來聽聽 好 所以連肯亞都已經有 這樣子的 明確的表態了 這是以前我們很少會看到 非洲國家直面跟這個 美國來硬槓 或者是說我表達對於美國的不滿 所以現在看起來 是不是變成一個全球化的浪潮 就是全球的對於美國不滿 都已經敢放到檯面上面來說了 所以去美元化真的成為一個蜂巢了嗎 連葉倫都坦承 現在的確全球美元的儲備 正在衰退當中 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介老師 其實巴勒斯坦他們事實上 他們官封的能力很強 因為中東的權力結構 正在進行快速的重新調整 中國大陸展現了極高的 這個所謂的縱橫百合 勸和促坦的成效 所以當然巴勒斯坦 他現在是在弱勢的情況之下 其實他當然希望中國大陸在將來 巴勒斯坦在建國方面 或者履行聯合國幾次的決議案 對於以巴關係的決議案 所以就是兩國論 這個希望得到外力的幫助 因為現在就是說 以色列在美國的撐腰之下 事實上以色列是完全不尊重 聯合國的決議的 而且對於所謂的囤懇去計畫 把巴勒斯坦原來的固有的領域 不斷的殘食侵吞 其實在川普的時候 以色列因為有川普做後盾 以色列把東巴勒斯坦 東耶穌撒冷也一起有一個併吞 然後美國是第一個表示支持的 所以事實上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大概五六年 巴勒斯坦的處境相當的艱困 可是現在整個的地緣政治轉變 帶動整個中東的權力結構 大量的重整 尤其沙烏地跟伊朗之間 那麼關係解凍以後 這個同屬阿拉伯國家的 還有回教陣營的這個 巴勒斯坦他感覺希望來了 而且也看到大陸 在東中地區勸和促談 這樣一個實力 所以當然他就趕快去找大陸幫忙 我覺得中國大陸當然對於巴勒斯坦 不是說現在有一個立場 過去長久的立場就是怎麼樣 就1967年的邊界為基礎 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完全獨立 這個主權的獨立的巴勒斯坦國 也就是這個是完全是聯合國的決議案 也就是對於解決尾巴問題 其實聯合國老早有決議案 也就是兩國論 現在是不能夠落實 主要是美國在後面作梗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中國大陸事實上的話 一直有一貫的主張 現在這個影響力彰顯以後 很多國家主動上門求助 巴勒斯坦就是一個 當然就對習近平來講 不是一件難事 因為中國對巴勒斯坦問題 這個立場不是今天才有的 過去幾十年都是這個立場 不過現在主要如果說 整個阿拉伯世界加上回教世界 如果團結起來的話 那麼在巴勒斯坦問題上 再堅持立場的話 一定會造成美國跟這些 巴勒斯坦跟這些回教國家 還有阿拉伯國家的衝突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美國可能會 因為巴勒斯坦問題 會進一步弱化自己 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好 來問鄭元哥 其實美國要做全世界的 和平管理者有資源 有那個歷史 有那個地位 他偏偏不做 到處惹事 就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來講 他做和事勞 阿拉伯國家也不會有意見 可是偏偏美國的政客 不願做和事勞 整天自己 給自己找麻煩 就以1967年來講 1967年就是六日戰爭 發生的時間點 6月份發生 11月份聯合國安理會 就通過第242號決議案 劃分好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領土界線 而且當時講好了 東耶路撒冷要做巴勒斯坦的首都 當時在安理會通過的時候 五個常任理事國 十個非常任理事國全票通過 你美國後來執行了沒有 沒有 你美國打馬呼嚴 你自己同意的事情 你都不執行 所以今天習近平主席提出來就說 我就根據1967年 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案 那你美國有什麼好說 有理 有據 有法 那中國這個態度很簡單 美國不做 中國做 那就你美國嫉妒也沒有說 你北京要尋求擴大影響力 這本來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你不做 那我來接著說 你說我擴大影響力 那我要跟你一樣擺爛不成 這個不是一個大國負責任的態度 至於馬克宏 這個驚天一舉的電話 說要參加金磚國家組織 把美國所有的媒體 嚇得嘴巴上都張合不過來 不曉得贊成還是反對 反對好像也怪 贊成好像也怪 明知道馬克宏在搞什麼把戲 馬克宏其實是想要打拜登一個耳光 打了拜登講不出話來 因為他上次去見拜登 拜登就用一頓飯把他打發了 他心裡面更在那邊 不吐一塊 所以先打中國牌 打完了也要打金磚牌 看你怎麼辦 如果是真的普丁也跑去南非 參加金磚高峰會議的話 拜登怎麼辦 拜登你還能夠競選連任嗎 這不太可能 這個會看出美國治理的無能 要治理這個全世界 要領導這個全世界 靠拳頭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的拳頭再大 很多也可以不理你 法國不理你 你拿了沒辦法 肯定亞的總統當然很幽默 說我要去買東西 為什麼一定要用美元 會用美元不可 這個問題就很大了 現在他們當然期待了 有其他的貨幣可以期待 美元的功能 葉倫講了說現在美元的儲備 已經掉到全世界銀行的百分之 60以下 百分50幾 其實這個額度剛好符合 歐洲國家加英國加美國 加日本加韓國加拿大澳大利亞 這幾個美國的小朋友們 總共的佔全世界GDP的比例 也差不多百分之55 所以以後其他人都會慢慢 離開美元 這也未必不是一個壞現象 我覺得還是個好現象 好 拜老師 我覺得大陸能夠成功的 把這個世仇 而且敵對得如此嚴重的 伊朗跟沙特地阿拉伯 然後讓他們和解 握手言歡 互設大使館 然後互派大使 這個真的是一個 中東地區的大勢 而且他也有效的削弱了 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因為沙特在安全上 就不需要再依賴美國了 安全上不需要依賴美國 石油也基本上 美國是他的競爭對手 這樣的情況 中砂之間的關係 就往上拉起來了 現在用這麼高規格 20億箱禮炮 然後在北京 接待巴勒斯坦的總統 這個對於整個穆斯林世界 我相信全世界的穆斯林 都在關注這件事 也都在看這個新聞 不管是中東地區 亞洲的印尼 或者是馬來西亞 你想想看 不管是沙特地阿拉伯 阿拉伯世界的 還有就是波斯灣的 波斯人 伊朗 也是穆斯林 他們也都在關注這件事 而一定會感受到 就是說 中國大陸給巴勒斯坦 這樣的溫暖 因為沒有忘記巴勒斯坦人 也沒有忘記巴勒斯坦 現在的艱難的處境 所以當習近平 以這麼高規格去接待他 而且說我們願意幫助你 處理你跟以色列之間的問題 而且對於巴勒斯坦內部 他們跟哈馬斯之間的關係 他也願意介入調停 因為這牽涉到 伊朗之間的問題了 因為伊朗跟沙特 支持了不同的一個派系 等於是中國也要開始斡旋 讓巴勒斯坦內部的矛盾 要把它再往下降 這樣的情況下 就創造了一個更好的環境 能夠跟以色列來談判 來對談 來化解巴以之間的矛盾跟衝突 接著又談到一個 對巴勒斯坦人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國際社會 大家應該要攜手 來幫巴勒斯坦 他們的經濟生活獲得改善 這個對於巴勒斯坦人來講的話 或是對整個穆斯林世界 他們一定會看得到 而且感受得到 而當中國的援助開始出去了 幫巴勒斯坦開始建設一些 基礎設施的時候 我覺得這影響力當然會擴大 所以美國人擔憂說 大陸的影響力在中東地區 嚴格上來講 在整個穆斯林世界的影響力 當然只會越來越大 而不會越來越小 這一次的外交出手出得 這麼的精準 這坦白說 你可以看出 這一屆的大陸的政府 什麼呢 那一屆 這個是在天堂 真的